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QO,今天来简单的盒子开箱 DUTRA KAIJU ADVANCE TENQ KAIJU NIJI KAIJU AND ASUKON MODO 2 UNIT 简单来看一下盒子 打开后还是那熟悉的纸包装 这个就是ASUKON的MODO 2的装备了 不过这留到介绍ASUKON的手材说吧 放在一边先 嘿,这就是NIKI KAIJU的本体了 虽然涂装量还是非常的感人 但是造型的还原度还是很棒的哦 他这一支的玩法就是可以把面具给掀开来 然后露出他原本的样貌 就像剧中一样 我是觉得他脸这边的涂装还蛮不错的 这边很好看耶 不过最气人的还是这边 因为我觉得皮套上就这边最好看的 结果涂装就可以涂一半 然后另外一个玩法就是尾针 这里可以拉出来哦 拉进拉出啊 非常的好玩 还有就是他面具的卡点 其实没有很紧的 就稍微的靠一下 你手动他就很快就分开了 这点就蛮可惜的 我现在才注意到是原来他面具里面还有涂装哦 虽然没有省略掉的这边还蛮棒的 虽然可动没有什么好抽 但我还是要说啊 手和脚都能动啊 虽然这一支整体看起来很素 但是他的细节处理上还蛮不错 我很喜欢他身上的纹理的呈现 还有怪兽样子的涂装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如果这一支是目前阿杜班子最新的产品了 能不得不让人担心这个产品线到底会怎么样 也只目前为止好像就只发售了三款吧 是吗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会出多一款 毕竟阿斯嘎龙的Model 3的装备还没附嘛 好了 最后如果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 可以订阅我又或者是按赞 虽然我不一定会时常更新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